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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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1日选择第三届集体婚礼隆重来袭 一拜天地 花海阁与我们集体婚礼走过了四个年头 不仅为我们的新人拍摄了五与伦比的精美婚纱照 也对婚礼现场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布置 见证了我们所有新人的辛苦与浪漫 横飞每次看到这个集体婚礼啊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都特别的激动 每期录制的时候我都全程在这参与 和台上的嘉宾一起欢笑一起流泪 说实话我们这个婚庆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挺辛苦的 为了别人的婚事啊 一年到头忙忙碌碌的 有时候就忽略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这个吴超 你身边的这些同事们啊 包括员工单只的多吗 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 对就已经多到头疼的地步 让你都头疼了 是 有跟你说 你看你们俩都幸福了 帮我介绍介绍 真的就挺操心的 真的去帮他们去找 所以今天呢 咱们就一起在台上为大家操操心啊 看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六位婚庆策划人员 他们是否能在现场擦出火花呢 首先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你好先生 你好 来几位老师 老师好 来 小姐好 小姐好 认识啊 认识 你们是一个公司的 梁立伟可以说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现在在华海泽一个特别称职的策划经理 他的性格我非常了解 少言寡语 但是 闷操心 闷操心 来咱对他慢慢聊啊 大家好 我叫梁立伟 是山东人 今年26岁 从事婚礼策划师的行业 从事行业近三年多了 同事们都说我是一个闷操心的 其实 我之前是一个比较内向的 自从从事了这个行业之后 把自己打开了 做过大大小小的婚礼无数次 其实我本身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想过无数次自己的婚礼 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女孩 我喜欢比较清纯的女孩 马尾辫 运动装 拼地鞋 我准备好了 你在哪 少言寡语 怎么做这个策划人啊 那不得是非常的能言善辩 才能跟着客户讲清楚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的 其实我特别内向 其实说到 我学的大学专业 也不是婚礼行业的 我觉得可能跟电视台差不多 我觉得是影视后期 哇 那同行啊 对 之前也做过 就是因为后期嘛 经常对着电脑 然后我会加班 我就觉得天天这样的话 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我就想跟不同 各种各样的人去沟通 我就找到各种行业 之后我觉得 婚礼策划是挺好 然后就认为这个行业 就可能就选择了这个行业了 那你第一次进入这个行业 碰到的就是彭飞吗 彭飞老师是我老大的老大 彭飞怎么说 我们一号男嘉宾是闷骚醒的 经常雨出惊人吧 雨出惊人 对 雨出惊人 我们老师一会儿应该能感受得到 你看能不能惊到我 换一个角度讲 他可能叫内秀型 内秀 对 内秀型 他其实他平常的作风 跟他表面上是完全巨大反差 你看他看起来比较服饰 比较老实 他平常得靠玩了 觉得从最初接触的行业 最难的让你碰到一件事情 是什么样的 印象特别深 就是在一开始 婚期我就不说了 记得是一二年 当时是我接手的 第前五场婚礼吧 新人一开始还比较不错 当时可能自身也会有一些原因 因为经验不是那么的足 然后之间跟新人有一个 不是特别愉快的 可能怎么都满足不了 我特别用心 然后新人还不是特别满意 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是大不了不干 会有刁难你吗 特别刁难 刁难到什么样子 就是不管你 你跟他提什么样的想法 他可能都不同意 都不同意 那最后怎么办呢 最后就是当时我的策划经理 他叫刘蕊 他说 有什么大不了的 然后我来帮你解决 当然现在也是 我对我组里边的策划是说的对的 我说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帮你解决 然后当然见一次面 可能后来就解决了 其实没有什么 当天咱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沟通 当时可能还嫩吧 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么几个客户 那是我们成长的见证人 这个策划场婚礼需要多长时间 三个月 要三个月的时间呢 对吧 孙胆 你结婚 有请这个婚礼策划师帮你去 整个布置和安排婚事吗 我其实这个我还挺 亏欠我老婆的 还没办 你来对了 孙胆今儿来对了 明天 你真没办婚礼啊 我真没办 我没办 那你想补办吗 应该是会办的 好吧 那现在呢 您就以现实真实的客户身份啊 像咱一号先生咨询一下 这婚礼该怎么办 那我是挑剔的还是 你当然得挑剔了 巨挑剔 是吧 那行吧 这有策划来吧 来个景景模拟啊 您好 您好 这个我要办婚礼 说了吧 你们都能干嘛呀 我们婚礼策划是包含您现场的布置 包含厂计划以及人员 我们策划可能策划到您的婚礼流程 您的准备物品 您的时间安排 总之有了我们 你们可能就不用再操心了 不行 这都不重要 我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媳妇她难看 我妈 媳妇不满意是吧 不满意 没关系 台下有没有喜欢 你媳妇演家 不用真的啊 不用真的啊 我们有化妆师 我们化妆师分级别的 我们有明星级的化妆师 可以帮你满足 她有明星级的呢 没错 这个小 今天比如说是20号了 我大概想 25号之前办 就得办 着急 还有五天就结婚了 走跑去跑了 赶紧办 没问题啊 反正只要有钱都能办 还得有钱都能办 钱没那么多 你得给我便宜了 便宜 你想想花多少钱 五百多人 我花个五千块钱 那行 那这样吧 你看今天正好 我们策划总健在这 来碰碰老师 你看我这边有一新人 是这样子的 你放心 对的 你干什么呢 王一老师 这招不错吧 对的 非常好 我当时还想要是怎么整啊 是吧 这样我就说你疯了你 对的 孙桃 你觉得这个客户体验 感觉怎么样 说实话 我觉得那肯定是 还是不错的 因为毕竟从礼貌上 我觉得包括人家说的 一些承诺上 因为你敢答应 这事我觉得就 挺不容易的 这行业脾气不好 干不了这行 因为这行业 其实刚开始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 其实非常非常苦的 这个对客户都这么和蔼 而且看起来脾气也不错 应该谈过恋爱吧 嗯 谈过 谈过 对这个以前女朋友 是不是也这么温和 可能我平常 比如说跟自己最亲最近的人 可能脾气没有这么好 你知道恋爱是在北京 还是在老家 在北京 在北京哪一年呀 一零年 五年前 对 那时候还刚刚毕业是吗 还没毕业呢 那时候 校园恋情啊 对 那谈恋多久 五年 怎么就分手了 因为婚礼错事件 好像其实挺累的 在节假日的时候 在青年节的时候 在各种节日的时候 当然除了青年节的时候 基本都在婚礼现场 在外面 我记得每一年的元旦 前几天晚上十二点 凌晨 我都是在婚礼现场度过的 就是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可能做这一行 真的没有节假日 就真的是只有春节的时间 才有那么短短的几天 那其实我们的男女朋友 都是在无限的等待当中 去进行的 找同行会更合适一点 就像这个吴超 彭飞一样 那你们的时间相对 会能够拖到一块 节假日大家都忙呗 考虑过找同行吗 也没考虑过 因为来公司应该有三年多了吧 然后都比较熟 当然下面有我的女粉丝们 哎呦 还有女粉丝呢 你跟他女粉丝啊 对 非常佩服他 从心里 内心 这个粉丝的意义可不一样 对 然后很崇拜他 这个还不光是崇拜 然后除了爱慕什么都有 我就想问这个 是不是有好感呀 我帮他把把关 把关都可以 那你们公司有单身的女孩吗 很多 除了我之外都是单身的 你不单身呀 对对对 我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那我就不单身才好 你好 姑娘 主持人好 你好 怎么中呼你 我姓李 叫李子慧 李子慧 你认识这个梁立伟吗 我不认识 不认识 对 你们不是一个公司的吗 我们是一个公司 但是可能我的工作岗位 跟他不太同 因为他是在婚礼现场 进行见证新人的同事 我也在见证新人的幸福 我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婚礼主持人啊 对 所以平时很少在公司出现 所以对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那今天看到这个梁先生啊 您第一感觉什么印象 我觉得还不错 看着很踏实 因为我是怎么想啊 你看他能坚持恋爱五年的时间 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 他恋爱了五年 刚刚分手两个月 我们俩真的太像了 这个经历 你之前的感情也很长时间吗 也有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啊 你是阿姨 不会就是你俩吧 对 我们俩还真的不认识 太巧了 这个梁先生知道 这个梓慧是吧 对 梓慧 知道 因为是婚礼主持人嘛 听说过 然后也见过主持的视频 一直想见 今天见到了 谢谢 见到以后什么感受呀 什么感觉 真漂亮 真有次 除了漂亮之外 性格上你觉得怎么样 真好 真好 你愿上场跟这个梁立伟交流一下吗 其实也可以 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紧张 来吧 为什么紧张 哎呀 哈哈哈 我可以用这个梁来的 很明显 我ическиmo负责 就是这样 我一定会用这个梁 有点准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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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对对 那就祝福小梁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 好 也谢谢子慧 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你 来 坐下去休息一下啊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一定要有一个人要去妥协才行 就一定要有个人付出更多才行 其实你挺有主心骨的 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情感是什么样的 那你告诉我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秘密 说起来可能特别可笑 从小时候可能一直这么想 就是真的是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从来没有改变我 就是我特别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可是个子不是特别高 因为我个子也没那么高 然后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多高呀 腰切儿 腰切儿 平常爱穿衣运动装 摘衣马尾小辫 用化妆 不用穿高味鞋 我觉得两人在一块挺好的 喜欢简单清纯性的姑娘是吗 对对对 来 抱歉一号姑娘的话筒 一号女孩 你好 你好 你是平常生活中喜欢怎样打扮呢 我一听她说她的要求我都傻了 跟我好多都不一样 我还跟你好多都一样呢 好多都一样啊 我现在好失落呀 我失落啊 是啊 本来刚才她介绍我 我觉得她挺好的 然后她一说她的要求完了 我竟然还穿一高跟鞋上台 我估计她就把我踢下来了 不管这个先生说她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您刚才为什么说那个完了完了完了 我好失落啊 因为我觉得她挺好的 她介绍完她自己 我就觉得就是我很喜欢呀 你很喜欢她呀 是啊 嗯 小梁 你现在怎么更年了 没有 要不请我来看一下吧 你看一下 那咱看一下吧 好的 你怎么这么让人喜欢 你来选的之前有想到吗 没有想到 没想到 连女神都喜欢你 那咱认一下一号女孩吧 好的 看看喜欢你的这个一号姑娘 挺失落的一号姑娘 好 一号女士登场后 坐在观察室的二号男士G9发 紧张地跑来告诉我们编档 一号女士无序其实是自己的前女友 由于误会和矛盾分手 那么面对场上自己的前女友和别人相亲 她又会作何反应呢 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有点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 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啊 是 一号女孩喜欢梁立伟身上的哪些特点呀 刚才就是我在下面一直在看她 然后觉得她还挺温柔的 然后就也比较会关心人 你看那个子慧说你温顺 然后一号女孩说你温柔 你觉得这些称呼是不是符合你的个性吗 其实我是温暖 是一个暖男 哇 男呀 对姑娘一上场的印象是怎样的 挺好的 因为我们都是同事 不是特别熟 然后那个 但是平常也有一些多少的接触吧 因为我可能 那个在公司也不能太开玩笑什么的 挺好的我觉得无序 挺住哥们 没事 会特别特别难受 受不了 刚才这场下小伙子有一个 这看的可热闹了 你笑那么开心呢 你好 你好 这个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最近怎么样 最近还是光了呢 光了 你对这个无序的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女孩不错 不错 看着很舒服 舒服 觉得性格是怎样的呢 性格挺通情达理的 通情达理好像是你很喜欢的性格 是吗 是 是 她不是那种很强势的女孩 就是她在你身边的时候 她会一直支持你 或者听你的 这个无序知道这位先生吗 以前看到过吗 哈哈哈哈 我老是跟她叫土豆那个 哈哈哈哈 没有看到过 我叫张忠亮 哦 忠亮 忠亮解采一下自己的情况 我是81年的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 然后在北京有独立房产 嗯 然后工作是广网公司的设计师 嗯 然后我公司同事送我个初号 叫我三百万先生 啊 什么叫三百万先生啊 就是我房子加积蓄加股票 所有家一起三百多万 啊 所以 冬亮来过几次 每次都非常的真诚 非常的制服 我们都很喜欢他 然后呢 今天其实冬亮 你是觉得要要结婚的话 还是物质也挺重要的是吧 咱有房 咱有物质保障 希望给未来妻子有一份 稳定善适的生活 对 嗯 我是刚才听到先生说 他是三百万先生 你会很在乎这些吗 究竟有房还是没房 会啊 要不住哪啊 哦 你还是希望找一个 有自己稳定居所的男孩 对啊 你理解的他会在乎什么 他 不会那么在乎 譬如是跟感情比起来 觉得 那个不是最重要的 嗯 但是有肯定会好 梁先生 有计划吗 买房 有计划 因为我一直相信日子 会越过越好的 嗯 然后并且可能是 一步一步来嘛 嗯 对吧 并且可能我不指望 发什么横财 我不指望买彩票 中多少钱 啊 我就指望着每个月 拿着工资 拿着自己该赚的钱 然后能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我不希望大富大贵 只要不缺钱花就可以了 嗯 你接受小梁这样的观点吗 吴旭 接受 起码他有个计划 对 因为他还年轻 吴旭是24岁 小梁是26岁 吴旭这个年龄 你觉得自己什么 准备好什么时候嫁人了吗 因为我想就是 大概26、27岁的时候 要小行了 然后就可能在那之前 差不多25岁 就现在遇到一个心仪的 谈谈恋爱 然后结婚 然后就剩孩子了 对 就是在不远的未来 我是想在公众的时候 给他一个表白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 应该都喜欢这样 公众的 就是人多的 对 人多的时候 最好是在所有的 亲朋好友的见证之下 这样啊 两位其实 虽然是同行 但是彼此并不熟悉 我们来通过游戏 了解一下彼此 吴旭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梁 愿意 好 这个环节叫做情景模拟 假如对方是你特别爱的人 你会怎样大胆表白 会选择什么场地表白呢 两位先选一下表白的场所 一公共场合 二海边或者是湖边 三餐厅 四办公室 随便吧公共场合 一 东亮 如果让你选的话 你会选择哪里 我会选择海边湖边 如果这个情景模拟 我们设计出来 可以大家随意选择参与的话 你愿意参与报名吗 我也愿意 和吴旭一起 来咱们掌声欢迎这个东亮上场啊 小梦再参与一下吧 好 好 这位刚上场的先生 您选择哪个场景来给您画筒 我也想选择在公共场合 公共场合 对 就像今天这样的 您声音这么洪亮 是不是也是做婚礼主持人的 其实我是一名婚礼策画师 也是策画师 将来也会考虑做主持人 全是同行 可以让我说 吴旭 三位先生都要向您在这个 他们所选择的场景进行表达 你先选择一位先生 进行这个情景模拟 您想让谁 好吧 大家好 我叫雨昕 亲爱的 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 我们做这个行业 我们要牺牲自己的很多时间 要贡献给我们的新人 而在我们为很多新人去奉献自己青春 热血和浪漫的同时 反而我们忽略了自己的感情 那么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 我来到这里我特别高兴 亲爱的小旭 如果 能够 接受我的这些感情的话 我会向你承诺 我会陪着你 我们的工作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我们的之间没有距离 哇 哎 哎呦我的天啊 你真正 听起来特别特别的真诚 你不会是一直都 听 你 但是我不了解他呀 我答应不了 我没让答应 只是表白 特别受不了 很难过 但是 我们这种感觉说 没法用语言来说 但是 内心是很 很纠结 很纠结 接下来呢 第二天天即将表白 您选择哪一位 小梁为啥放在最后一个呀 压轴的 期待比较多 旭旭 你好 你好 因为我之前我也没什么准备 刚才我站那两分钟 我就在那想 我说些什么呢 我还是真诚吧 真诚的我向你说几句 有 忧伤的批语啊 在你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人 请你一定要温柔的对待他 无论你们相爱的时间多长或多短 如果不得不分离 也要好好的说一声再见 感谢他或他给了你一段记忆 因为 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 正如山岗上静静的婉怨 旭旭你好 虽然心里魔力也很希望能够认识你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就要 好 谢谢东亮 看我的啊 比较紧张 此时就在一号男士即将表白的时候 坐在观察室里的二号男士 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情感 主动要求连线现场 我来推一下这个先生的话筒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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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今天想好低沉啊 本来挺好的 就是刚才看到刚才那些情况 觉得心里魔力很觉得不舒服 有一次见到他在舞台上 包括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还是有些话我想 能够当面和他说 为什么不舒服 因为 其实我不是对他们表白不舒服 因为他们表白都 我觉得无需不过接受他们那种表白的 凭什么呢 凭什么呢 问你呢 因为那都不真诚 也不真实 我们先把二号星请上来吧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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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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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他们的表白也都是认真真挚的 如果我们单纯从表白的内容来看 无许 这四个先生让你选择一位 和你表白的先生进行交流 您会选择谁 你看 你要选择东亮吗 是 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是 我们想要就是认识认识 然后我觉得这个挺真诚的呀 然后继续发展 然后他说的是 对于曾经的事情的抱歉 而不是对以后的事情的逼捕 其实我觉得九八 你面前的无序 他所谓选择东亮或者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是他的一个策略而已 其实我更认为 他想听到的是 你将会给他成为未来 你难道没有胆量在这儿 在他的面前说吗 他就是没有大家说 他在考验你呢 东亮也别心凉啊 人家时间长了 不是 我有点瞎着了 真的瞎着了 因为我跟他接触 也就是五分钟时间 其实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当了胖 你是不是说两天 他这边就没看到 你是不是说两天 还是很浪费 你是不是说两天 是在这儿 我会给他 翻唱他 就是在这儿 如果一个事情 在这儿 我把它解决我 弟弟兄 你我们在这里 爱过 这是 就让我再认识 三位先生 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把舞台留给这一队好不好 加油啊东亮 我们把舞台留给这两位好不好 谢谢三位 也希望你们早就找到自己另一半 酒吧这个人吧 脾气很好 工作能力其实跟小旭很相当 我觉得他们俩 所以这一点其实很匹配 吴旭 你知道他今天会来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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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是一个婚礼主持人 也是一个婚礼作发师 你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真的让我没有想到 因为你就是 那么长时间 都不跟人家联系 我个人 其实我们两个人 也是这样 我和作发的性格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 不打一个电话 我不是人的无超 不得这个回去 第一个一开始是的 这个真不是 是这样的 就是我是理解 就像厨子在外面做饭 回到家不愿意做饭一样 然后主持人在台上 滔滔不绝 回到家不愿意说话一样 你很累 可以理解 那就没媳妇呗 那你跟媳妇没有交流 跟女朋友没有交流 就别找呗 就别找呗 就是这样的 我们两个人一开始 在这个 这件事上 就是在婚前 这件事上 经常也会有 不同的意见 也会有一点分歧 我所经常表达的是 我在外面说话 说太多了 我到家想清静 我想安静 我想静下来 我需要有一个人 静静陪着我就好了 但是他会经常说 你在外面说那么多话了 难道你不愿意 跟我说一句贴心的话吗 然后男人 经常有的时候 会顾及面子吗 但是是这样 小记啊 其实有这么一点 就是彭队老师 他做得特别好 就是该表达的时候 一定要表达 其实 作为恋人来讲 如果要真的是七八年 甚至时间更久了以后 婚后很长时间 可能两个人 没有那么多浪漫的话 没有那么多 可能相亲相爱 所谓的那些 这些 甜言蜜语 甜言蜜语 我觉得倒还好 但是两个人 如果是在恋爱 这个激情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甜言蜜语的阶段 应该是一个必经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 作为一个主持人也好 作为一个男人也好 无论你是面子 还是无论我在家里面 不想那么多地去表达 也不想那么多 我只想把 因为男人很明白 我很清楚 我只想把事情做到 因为我说到 可能我会觉得 这件事情太虚了 我做到就好了 你有事的时候 我会冲在第一前线 我会冲在第一个 但是我觉得女人需要这个 对 你看多好 就这么一句话 我就老实了 来 就这么好 小姐 你听明白 两位过来人 明白了 所以跟你说 明白了 明白了 赶紧说两句不不吧 其实我之前经常跟她说 你老说 可是之前 之前能成功 你今天不是重新开始吗 对不对 就当你们俩第一次认识 你对这个女孩子 比较有好感 你老从前 你从前 这个女孩 扒回到旧社会了 一想你那些略计 就想让你把你给干掉 又找人家土豆去了 对不对 你别说工钱了你 你赶紧说未来 今天 然后明天 你是不是还没有弄明白 无需为什么和你分手呀 你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漂亮啊 你好 你好 二号女嘉宾万萨 29岁 未婚 顾及所在地广州 职业婚礼策划师 选择语录 我要稳稳的幸福 万萨这个名字听起来挺好听的 你喜欢自己的名字吗 现在会比较喜欢 小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排斥 因为跟别人不一样会有点不好意思 这谁给你起的名字呢 亲爱的爸爸 爸爸为什么给你起这个名字 是希望你的撒爽英姿吗 我爸爸的性格 其实我的性格有点像我爸爸的性格 就是外表看起来可能有一点沉默 但是会有一点想法想要与众不同一点 女神 女神级别的人嘛 都会比较温柔啊 会很温柔的 就刚才我们看到了 你们都是婚礼人 叫婚庆人 你们怎么说叫做梦者 哇 你是个很浪漫的女孩吗 虽然是很感性的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爱情 就像我的语录里面说的很稳稳的安稳的幸福 就是两个人站着不说话都觉得很美好 其实我刚才在看了好几次你的年龄 29岁 但是跟你这样聊天 我觉得你特别显小 心智模式有点不太成熟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些小孩子的情绪 29岁应该是有过恋爱经历 对 什么时候的恋爱呢 相识是从高一开始 然后恋爱的话是高三 再一个大家觉得很非常时期我们恋爱了 十七八岁就在一起了 对 在一起多久的时间 八年多 八快九年 这么长的时间 为什么分手呢 可能还是跟您刚才提到的我的就是个人的性格有关 就是小孩子又会重一点 就是儿童自我当权 就是在我前任的描述里面说的是 我从她认识我16岁到我26岁我都没有长大过 可是有时候小女孩不也挺可爱的吗 可能他们需要的是两个人一起去成长 一起去成长 然后看得到未来 可能我那个时候在她眼里就是看不到一个很成熟很稳健的未来 怎么算是小孩子气就看不到未来呢 嗯 会有一些任性嘛 然后莫名的小情绪吧 因为我本身的心做就是双子做的 可能前后反差就特别大 现在你会觉得自己稳定一些了吗 渴望结婚 渴望结婚 对 因为我前段时间 前几天有一次做了一个梦 梦到自己的十几年的好朋友 然后被求婚了 然后我就在梦里面哭得稀里哗啦的 就自己很感动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自己类型的诉求 那个被求婚应该是你自己 对 来北京这三年都没有碰到过合适的男孩吗 觉得没有调整好自己吧 可是你的年龄也不小了呀 29岁了 我不着急 不着急 我现在也挺年轻的 嗯 就是偶尔在就是像刚才那种梦里面 然后会会 比如说在婚礼现场也会感动 嗯 这个时候会想说 如果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老公会怎样 或者说看别人拍婚纱照 我自己特别想去拍一组那种情侣写真 然后我就说跟我好朋友说 我要不要花钱租一个男友 去找一个男友多好 来 帮我看一下三号先生的话筒 你好 你好 您也是婚庆这一行的对吗 对 我也是一名策划师 我今天来的都是策划师啊 你对场上的三号女孩 什么样的印象 我觉得万萨这种类型可能从外表来说 可能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 可能性格上会有的吧 一点点我个人作为择偶标准的话 可能不是特别喜欢的 是这样 比较直啊 好直接啊 万萨说自己是一个孩子气挺重的女孩 我不知道这个三号先生 对于万萨这样孩子气的女孩 她是觉得想想一言挺可爱 还是说也像您之前的这个男朋友说 不够成熟 其实一起感受一下 感受最重要 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三号男嘉宾 你好 你好瘦啊 你好 刚刚老是 龚哥老师差点 嗯 真瘦 你多重啊 我能问一下吗 不到120 三号男嘉宾 王松 24岁 未婚 何北人 职业 VIP 婚礼策划师 选择语录 你是我所有想要实现的愿望 VIP 婚礼策划师 婚礼策划师也分为VIP和这个普通策划师 没想 会分 什么样类型的策划师就会做VIP婚礼策划师呢 嗯 我觉得不管是从方啊 包括我们所有的服务都会跟普通的客人可能都不会特别一样 嗯 给我们举个例子 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婚礼策划 我就举一个细节吧 我觉得比方说普通的 普通的客人我们可能继续筹婚的时候可能会购买一些物料 嗯 但是他们可能就是我们会去跟他说你要买什么买什么买几样买几样 然后他可能自己就去买 嗯 然后我们告诉他们哪里我们卖 但是像我们VIP的客户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会跟他一起去买 然后帮他来挑选 哦 就是有一些 贴身服务 对贴身管家服务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东亮 嗯 你想过自己未来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吗 嗯 也想过 想象中会是什么样的你的婚礼 嗯 还是挺有意识的 因为我东北人嘛 嗯 就是热闹一些 然后吃的丰盛一些 嗯 怎么浪漫 想过吗 嗯 找个二人转板 哈哈哈哈 哎呀 这看来每个人对婚礼的这个主题的诉求还真的是不一样 想过举办一场什么样的婚礼那种方式 见得多了也没具体想过 但是肯定特别到时候会特别费费脑子 因为什么样都见过就像弄个不一样的肯定的了也不能形式化 但是一定要浪漫 刚才我们请这个孙岛和一号交流了一下希望让他帮你策划一个婚礼 结果被您缴提了5000块钱 还要请500个人 对对对对 那么现场我们这两位呢都是VIP的这个婚礼策划师就暂且把你提升一个档次做个VIP的新郎啊 两位既然都是这个策划师这个挺难弄的他特挑特讨厌你们为这位先生服务一下 有什么VIP项目就是有钱 好吧就是有钱我就得把这钱花了让我媳妇高兴我才高兴好吧 行啊先生那您大概的预算能先跟我说一下吗 预算 咱们大概这婚礼照多少钱花 按最高标准给我抱一下 能高的什么程度我听点 像北京的话好一点的饭店可能参标能到一万二一桌 一桌 对能接受吗 十个人一桌 十人一桌 没问题 没问题啊 来一百多 听可能还不太有定的 你别跟我说不行不行 听不懂这个 行那我帮您定 您这边给到我足够的资金知识就行 对对对对 完了这个你帮我说一说婚礼吧 我想给他来一个突然式的 就是不让他知道人家结婚 哗这一套全上了 就比如来一个模式式的一个 对对对对 就比如他就上班的 他就突然给人叫出来就结婚就走了 对我现在在脑海里面闪过的一个设想 就是我们可以找到一块就是类似广场或者草坪 大草大型草坪的地方 然后去在现场实景搭建出一个舞台来 那我要演唱会在灯光效果 我可以选地是吧 那就工人体育场吧 行吧 能办吗 能办 只要是有想法不判 但是我会告诉你性价比高不高 你说没关系我就要效果 可以啊 我都能满足啊 敦导 你觉得人家做婚礼创是这行容易吗 不容易 就是咱们虽然是情景模拟有些夸张啊 但真的会有客人 我能想得到一辈子一次没有的事 没错 就是他就会觉得很天马行空的 所以说你们这工作 是要把一个飞着的东西落到地上来 还等下有飞着的感觉 要不然纯粹落地上他也不高兴 这挺难拿捏的这个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人 我觉得配合的挺好 好 就当这个男生被这个孙岛给步步紧逼的时候 然后这个女孩子就会出来 说我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既然你要有惊喜 那么我们看看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其实蛮机智的 嗯 把他们俩站在一起 好像形象方面还挺适合的 身材啦 形象还挺般配 刚才在这轮环节当中 万萨 你对这个王松的印象怎么样 小弟弟 小弟弟 对哦 你们有五年的年龄差 你会介意年龄比自己小吗 年龄还没有发生过 没有发生过 姐姐 对 王松一说比你大五岁 头都低下了 你考虑过姐弟恋吗 我可以接受的 没关系 你可以接受的 万萨这样的姐姐 这种类型的你考虑吗 刚刚说了 我觉得就是 为什么说万萨的外形 可能是我喜欢的 我觉得就是想确立 我自己的可能一个所有的标准 就从外形来说 可能会是万萨这种类型 你算好准备了吗 去爱护一个女人 说实话 我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 第二个环节 是真正的情景模拟 是为情侣设计的这样的情景模拟 来看双方的匹配度 你们二位愿意进入这个环节吗 万萨 如果是要奠定之后的关系的话 我 其实现在就有答案 嗯 那是愿意吗 嗯 其实没关系 我觉得有时候爱情当中 直接两段告诉对方自己的想法 反而是一件好事 不是不是不是 主要是我觉得我的年龄大才太多了 年龄不是问题 十年以内 身高也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但是说好 现在我身边好多朋友 特别多都是姐弟恋 王聪 那我们就祝福万萨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 好不好 谢谢你啊万萨 下场休息一下 这边走 我觉得今天上台之前特别紧张 其实一直在发抖 因为我是一个还比较 甚至害羞的人吧 然后上台之后 我觉得 问到职业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得到老师的认可 我挺开心的 然后 其实我跟他主要是卡在年龄一点 我觉得 王宗其实24岁年龄还挺小的 对挺小的 我也觉得挺小的 就您想好自己的婚姻生活是怎么样的了吗 有憧憬过 但是我觉得憧憬的肯定跟现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 二十次了 可能 其实身边会有一些朋友是已经结婚了 已经生小孩了 然后可能对以后也会有一个自己的打算 在里面 你的规划是什么呢 可能不会那么早的结婚 但是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人先去处 先去了解 其实刚才呢 我一直都没有问你的情感经历 我想把它留到最后 我想看看90后的孩子们 现在经历的情感是怎样的 遇到这样的情感问题 你是怎么处理的 曾经谈过恋爱 其实我上一段的恋爱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谈的 然后整体的时间是谈了一年半 然后对方的话 就是我的前女儿 是一个 其实她是学民航 然后走空姐这种方向出身的 但是后来可能也会有我的因素在里面 然后后来就做了会议服务 然后就是相处一年半嘛 然后后来就可能因为一些摩擦就最后分手了 是你追的她吗 是我追的 怎么追上的 其实一开始特别巧啊 我有一个暑假 我是在超市打工 打零工 然后她正好也去打零工 但是真的她是只去那一天的 她只去那一天 但是我们就遇到了 然后而且当时觉得演员特别不错 然后后来我们有员工休息室嘛 然后她就回到员工休息室 我正好也在那 然后就 她是好像是当时问我了 一个什么事吧 还是我主动过去的 我忘了 反正就有交谈 然后后来一聊的话 我们就是我们两个当时的学校挨得特别近 然后这种亲热感就会一下子上了 然后后来就留联系方式嘛 对吧 长久之境嘛 然后再后来就 其实听起来挺浪漫的 相信你们这相处一年多 也是挺甜蜜美好的 但分开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先说我的毛病 我自身可能有一些缺点 就是我可能会内心可能会更霸道一点 就是大男的主义的色彩可能更强烈一点 包括原来其实是挺不成熟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自己 就可能各方面考虑事情的时候 给对方考虑的肯定是不够完善的 所以慢慢的摩擦就会积累起来 包括矛盾就会积累起来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婚恋观 到最后其实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她想结婚了 她想结婚了 但是我还不想 就是前女友在一起那么久 就是因为她爱玩 然后就不在一起了 这个我还接受不了 帮我推下三号女孩的话筒 你好主持人 你今年多大年龄 26 你希望自己在多大的年龄结婚 应该如果合适的话 这一两年就想结婚了 刚才这个王松也提到了说 其实婚恋观啊 挺重要的 这个不同年龄段 谈婚论嫁都一样 都要碰到婚恋观是否一致的问题 王松这样一表达吧 其实可能很多女孩子都会往后躲 因为二十四岁 你说你三十岁 六年 女孩子可能会觉得 我六年 对她们来讲 其实安全感肯定会特别的缺乏 是吧 因为六年一个是变化 那可能女孩子真的要谈恋爱 至少也都二十二三岁了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未必 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人说 哎呀我才不结婚呢 比谁结的都早 也可能真的你遇到那个你喜欢的人 你可能就有那种稳定的愿望了 我们今天要上场的三号女孩呢 是一个八八年的女孩 她也比你大几岁 八八年和九亿年大 就是个比你大的姑娘 但还好 王松是接受姐弟恋的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八八年的姑娘 掌声有请三号 你嘉宾 哇你好像一个人呢 你好 你好 你好老师 先打扮一下下面 大家好 特别像蒋小涵 你近了 你发型特别像 今天好多人都说我像 哈喽大家好 我是石小冬 然后朋友们都叫我十三妹 但是不是红星的那个十三妹 是石头的石 我是来自东北的黑龙江 然后我是八八年生的狮子座 今天呢来到这个舞台呢 主要是想通过这个舞台 找到我的另一半 就是我的盖世英雄 平时朋友们都是觉得 我觉得我是特爷们儿一人 但是其实我是一个从内心里头 出来一个挺有小女人那种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可能外界的人都看不到的那种 今天呢我想通过这个舞台 然后让大家看到最真实的我 我也想在这里呢 找到我的盖世英雄 十三妹 十三妹 这什么意思呀 我的名字 你叫十三妹呀 对 你不是叫石小冬吗 那个是户口上的一个名字嘛 受法律保护的那是 实际上你生活中就叫十三妹呀 对对对 我们家里人是这样的 我家的构造其实就是 在外人看来可能是 挺没大没小的 我爸爸是叫十三阿哥 然后我妈妈就是这个十三 十三阿哥 然后我妈妈呢是十三姨 然后我是十三妹 我弟弟弟十三 这个字号还是这个字叫 就是这么叫 我在家很少就是叫爸妈 很少很少叫的 就是阿哥怎么这么着 十三姨怎么这么着 我爸也这么着 我东哥呀 你爸叫东哥 我妈干我干我姐叫 干我家阿哥干我妈 干我姐叫哥哥 然后刚刚我妈叫黄子娘 王宗比你小三岁 姐弟恋你能接受吗 女大三宝 可以接受姐弟恋 那我们也去进入一个 游戏环节吧 好吧王宗 好的 这个游戏环节是让你们 相互更了解一下对方 这个游戏比较的简单 来我们拿下道具 两人被靠背啊 平常我们的游戏 通常是一只气球 两个人夹着 要走下场再走 后来夹破 今天呢由于我们十三妹的出现 我觉得她性格特别的可爱 能力肯定很长 两个气球 来 不要让她掉 不能掉啊 我给她放拢一点啊 然后不能用手 过了 等一会儿啊 掉的话就是宿罚 哇塞 你看咱十三妹同学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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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掉了你结婚她了 别两个都掉了 更麻烦 掉一个接受一组宿罚啊 一二三 准备 给你名次补救机会 加上 十三妹都光不掉 这是如上镇了 好 请把气球 加破 好 她是汉子 不是你 她是汉子 刚才在这轮游戏当中 两位配合的如何 几位老师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可能是长久以来 这个比较中性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也可能给这个男孩子 带来比较大的安全感 所以她没有那种界定 如果今天这王宋要和一个 娇小的女孩子一起 她可能就会不好意思啊 可能是这个得照顾啊 可能他们俩这个就不需要 这样的一些顾忌了 所以顾忌越少 配合的就越好 嗯 女士脱鞋 我觉得这个有点拼了的感觉啊 拼了 这做事情啊 不太顾忌自己的那个形象啊 那些那些东西 主要是把事情做好 得有充劲 其实我觉得女孩子挺可爱的 嗯 真的 特别可爱的姑娘啊 王松 刚才这轮这个活动当中 你觉得十三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通过刚才那段 我觉得她是一个目的性 很强的人 就是她做事情可能会 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然后我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我拖鞋也好 我不顾形象也好 我的目的性很强 我只要达到就行 嗯 我觉得她是 这个是印象最深的 你觉得分析的准确吗 应该挺准的 怕汉子的话 男孩是不是都不喜欢呀 还是都是觉得当哥们都挺好的 做女朋友的话就得再考虑考虑 刚才这个游戏环节呢 彼此有了一个了解了哈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情景模拟 那么情景模拟环节呢 意味着双方对对方有好感 希望进一步的交流 我不知道王松啊 您刚才描述了很长一段 你喜欢女孩的类型 但他东哥这 大不像虎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这个情景模拟环节 你是否愿意继续进入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小冬呢 可以啊 也可以继续进入 情景模拟内容是这样的 两位现在是一对情侣 好容易挤出一个时间 周末要去公园划船 但是特别不凑巧 下起了毛毛细雨 那么小冬就说 下雨怕什么呀 一会就停了 王松觉得下雨就别去了 咱在家这个看个电影 秀秀也挺好的 你们怎么解决眼下纠纷 我就想去划船 下雨怎么了 就那一点雨 一会儿不就停了吗 北京天气准多吗 我不会游泳 那我不会游泳 那船成了 咱上 我不会游泳 那不是有救生医吗 你沉什么船呢 你没看网上都说 下雨适合在家里睡觉吗 下雨还跟音乐更配呢 下雨还跟咖啡也配啊 咱就可嘉音乐咖啡办 就完了吗 咱们出去吧 那走吧 走吧 走吧 那我就适合走了 我会妥协的 你会妥协的 通常这种情况我会妥协 好 来掌声鼓励下 来帮我推下这个观察室的 一号先生的话筒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那像刚才那个情况 你会妥协吗 我会妥协 大不了陪他出去划船 划船不就回来了吗 回来他感冒了 就知道已经不去了 这个挺好 就逗不过你 说不过你 我拿生病告诉你 你错了 你觉得这个 一号先生的这个方案怎么样 满意 满意 但是不能给我整 什么 我生了病我就知道了 我身体倍忘了 他生病了你也知道了 你会心疼吗 那得呀 说完了我得 就是我属于那种 该生病了 然后这我还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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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给他买药啊 是该干什么 刚才编导跟我沟通啊 说就是也问大家啊 没上场 没有碰到面的男女嘉宾 谁对谁的印象好一点 你其实有一个 印象不错的人 对 对 马老师猜猜是谁 他见到了全部的 三个男嘉宾之后 有一个人 他印象是很好的 你有看 这也是那个东亮 另外一个东哥 真的 我同事他们都关我 叫东哥 也关你多好多呀 猜猜这个东哥 他欣赏那个 会是你这个东哥吗 他看不上我吧 你觉得这个东哥 欣赏的 应该不是你这个东哥 我估计我气场 镇不住他 那你估计他喜欢 那是哪个呀 那我猜不着 当然肯定得能 镇得住他 那我觉得今天 另外三位先生 也不是说哪位 就是特别的气场足 或者是特别 怎么怎么样 就要镇住别人啊 那他就喜欢一号文 就剩一号 他喜欢一号 为什么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剩那一个了 这不是还有王宗的吗 那岁数太小了 是吧 看下对了吗 猜对了 你真是对一号先生 挺有好感的 还不错 你觉得他拿着 哎呀 太凶了 你只让王宗同学 情何以堪 你不介意吧 没事 没事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下一个环节 那么进入这个环节 意味着双方 希望往前再走一步 最后呢 如果所有环节完成呢 希望成为男女朋友 这样去交往 那么这个环节 两位是否愿意进入呢 不愿意了 那王宗 我没得选了 没得选了 我非常谢谢你啊 也希望你早点找上自己的一中人 我上场以后见了二号女嘉宾 我觉得外形很好 跟我也挺合适 但是可能性格不是我特别喜欢的 我觉得三号女嘉宾 可能更跟我适合做朋友 会更合适一些 然后我喜欢的女孩 可能还是更加女人一点 因为我骨子里 可能自己比较 比较传统也是 生活中别人会说 你走哪里哪有欢笑吗 嗯 会有这样说 会 今天有你的亲友团来吗 有啊 哪位是亲友团 也是同事吗 同事 也是婚礼策划人 对策划师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冬 外表是一个特别爷们儿 然后很女汉子的一个姑娘 但是其实内心特别的细腻 为什么说他很细腻呢 周围人就是 如果要是谁身体不舒服 他就会立刻去买药啊一些 而且他的工位 长期有一个药箱 是为大家服务的 对对对 特别好 人很细 很细 我怎么觉得你演矿空的呢 就是 冬哥加油 我们 是一起进公司的 一起经历的也挺多 工作也好啊 生活方面 各个方面的事 我们都一起经历过很多 一起成长 对 就算一下 今天抗压应该本来就挺闲 今天怎么还挺伤感来弄的 不要哭冬哥加油 别叫我冬哥 来咱们表声鼓励一下啊 谢谢你的姑娘啊 别忘了这样的女孩 其实内心 其实特别渴望 有没有人来爱她 就是越表现的怎么样 她越缺乏怎么样 她其实肯定内心里 她这样过着可能挺累的 只是习惯了 麻木了 罢了 会不会是 她也其实见证了你的很多 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 嗯 她见证了你的爱情吗 曾经的 爱情都没见证 就是可能是工作吧 因为来北京以后 就一直都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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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循环性的就是工作 然后可能就这方面的比较多一点 其实我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八九年的时间了 看到小冬这个样子 我就想到了 九年前我刚刚干这行的时候 真的太苦了 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接触到的人 很幸福 我们这个行业很幸福 我们接触到的人 都是已经领了证的 然后有一些伴郎伴娘 可能跟我们只有一面之缘 可能他们是单身 但是我们涉足不到的 那我们每天 就是看着这些幸福 然后去帮他们操办 女孩子 都特别特别特别期望 自己 哎呀真的 其实在去年我 婚礼的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我就在想这些 我脑子在过八年的这种婚礼的景象 我在想今天 我站在舞台上 我是一个新娘 我再也不是一个多党的形象 或者是一个工作人员 就那种感触 真的百感交集 其实我刚才一直特别想说 就是 不管是我们台下观众也好 还是我们台上男嘉宾 还是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些男嘉宾 真的如果可以找一个婚礼策划师做伴侣的话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因为婚礼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是一次 他没有重复 一个婚礼策划师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会很完善 很细心地去考虑所有事情 有一部电影里边有一句话 好多人都应该听过叫做成全别人 恶心自己 这句话我觉得用来形容婚礼人的感情道路 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每天是为了别人的幸福 幸福去燃烧自己 付出自己的汗水 努力 所以今天我也希望和选择这么多年了 也希望通过这个舞台 能够让真正的社会这么多的人去了解 原来婚礼人背后会有心酸 一个看似很光鲜亮丽 一个很幸福的职业 在他的会儿会有多少不容易 会有多少泪水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选择的平台 能够为更多的婚礼人去给他们带去他们的生活 其实录制这期节目也挺多感触的 我总觉得这个婚礼人啊 想起来这个职业我都觉得好幸福 但是真的让我们牺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今天来到选择我终于纠结反复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想明白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第二件事是我真的真的有很多东西需要改 我一定会改 部长 第三件 第三件事是 我一定会在你身份保护你 会帮你 非常不错 送花送花 你们俩就别牵手了吧 拥本一个好 对 依然是 我觉得 然后 机会流失了抓住幸福的 这个紧紧握在一起的手 哎呀这眼神 这个王松 羡慕吗 羡慕 看见满点笑容 是你多好哈 是你多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画好自己那最盛大的 Big Day 祝福你们 谢谢我们来到现场 几位朋友 谢谢我们几位老师 谢谢现场观众朋友 下期节目再见 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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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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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点,就那一个吗? 这里,我们着我,远没还我,我扶着我,我看到我,好好点响啊,怜的那些你不和我原来的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